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 麦克斯穿上他的野狼装 在家里没完没了的胡闹 妈妈呵斥到 野兽 麦克斯也哄着 我要把你吃掉 妈妈不给他吃东西 要他赶快去睡觉 那天晚上 麦克斯的房间长出了树 长成了一片森林 长到天花板垂下藤蔓 长到四面墙变成野外的世界 一波波的海浪为麦克斯带来一艘小船 他驾着小船出发 过了晚上 过了白天 过了一周又一周 过了几乎一整年 终于到了野兽国 当他到了野兽国 野兽们发出可怕的哄声 露出可怕的牙齿 转动可怕的眼睛 伸出可怕的爪子 麦克斯对他们说 不许动 他狠狠瞪着野兽黄色的眼睛 一炸也不炸 用魔力把他们驯服 野兽们吓坏了 说他是最最野的野兽 还要他做野兽国的国王 现在 我们开闹 麦克斯大声说 停 麦克斯喊道 他不准野兽吃东西 要他们去睡觉 这时候 麦克斯国王觉得好孤单 他想回到最爱他的人身边 忽然 他闻到了好吃的味道 从世界的那一头 远远地飘过来 他决定放弃野兽国的王位 小船走了近一年 过了一周又一周 过了一整天 回到那天晚上 回到自己的房间 发现有晚饭 等着他 还是热的呢 故事到这边就说完了 小朋友们想要去野兽国吗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请帮忙订阅 点赞和分享 关丹小精英安亲中心的YouTube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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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